大家好,今天要分享的有三部份 第一部份就是如何用鐵鍋煎魚不煎鍋 第二部份就是煎完魚後,在我的食譜當然沒那麼簡單 多加一種茴菜蒸魚,魚蒸好嫩滑多汁 最後一部份就是我日常廚房工作的點滴分享 如何清洗不鏽鋼鍋 如果你買的梅菜是很鹹的,就要泡一泡水,清洗乾淨,渣乾水分 切碎它,喜歡切幾碎就幾碎 用這裡的調味混好備用 魚清洗完之後,要用廚房紙徹底吸乾水分 裡面外面也要吸乾 在魚肚裡面,給點鹽有點味,給點胡椒粉披香 在魚的表面,首先要割兩刀,兩邊也要割 割兩刀之後,第一部份就要加鹽和胡椒粉 均勻地搓勻 第二部份就是加一些油 均勻每一個地方都要塗一些,薄薄的就可以了 最後還要加一點粟粉,薄薄的一泡 但是要均勻,周圍也要有 這個步驟做得好已經成功了一半不黏底了 下了粟粉之後就可以立刻煎 千萬不要放太久 還有就是水、生抽和紹興酒 準備好這裡所有材料就可以開始煎了 今次我是用鐵鍋,冬鍋冬油 加了油之後,開中大火,慢慢燒熱一隻鍋 如果你下的油份是少的,不足夠朗鍋 就要用素,素鍋邊 要每一處都有油份,煎的時候才不會黏底 油多的就可以用鍋鏟淋上去 用油的份量由你自己決定 沒有大煙就可以關火了 讓煙散走一半,不要完全散光 其實詳細熱鍋的方法 在我另一條片有得看 散走一半煙之後,用中大火 然後在鍋面撒一些鹽 如果你只想吃煎魚,魚又大條的 你就要在魚皮未變金黃色之前 要蓋蓋,焗一焗 焗一兩分鐘,視乎你條魚的大小 焗完之後,然後開蓋,將魚皮煎至金黃 千萬不要將魚煎至金黃才來焗 不然就會變成非洲魚了 想知道條魚是否傳熟 用竹籤測試,容易刺入就是傳熟 在反轉魚之前,在魚的邊邊位挑一挑去 確保反的時候不會黏著 你看看,煎得很漂亮 有需要就加點油 為什麼你這麼有趣 不起條魚,又倒下去 因為我不懂得反魚,反到爛 如果你懂得拋鑊,可以拋鑊 煎另一邊,用我剛才說的同樣方法 在魚皮未金黃之前,就要蓋蓋,焗一焗 然後再開蓋,煎至魚皮金黃 用鐵鍋要關火才加兆興酒 魚還未傳熟,如果想做梅菜蒸魚 繼續做以下的步驟,你看看煎得多漂亮 用同一隻鍋,煎完魚的油腥腥,用廚房紙抹走它 加一點油,用中大火,爆一爆薑片,蒜蓉和乾辣椒 然後加些梅菜,剛才已經說過,如果你買梅菜很鹹的 一定要浸一浸水 留一個調味的空間,到煮的時候調一調味 配一些試一下味,然後就可以加些生抽 份量是要視乎你試過的梅菜需要加多少 有需要的可以加些糖和胡椒粉 這裡在加水的時候有兩個做法 可以加多一些水做一個梅菜汁 配合在魚那裡蒸 或者可以蒸好之後加一些熟油上面 這次我是做加熟油的方法 水滾了之後,用中大火蒸5分鐘 平時我自己吃是選擇用梅菜汁的方法 但是拍片就用熟油示範給大家看,有得選擇 煎好條魚之後再蒸,整碟魚都很香鑊氣 蒸完的肉質,嫩滑多汁 沒試過的可以試一下,覺得好吃的記得給個讚 最後一部分來到了,分享一些我日常工作的點滴 就是我最不喜歡的清洗不鏽鋼鍋 我的方法就是最好用這個牌子的八結布 有個鍋在這裡用來散鍋 這塊八結布是專用來散鍋的,不用來洗其他東西 用完之後要徹底封乾,封乾之後質地要很實很硬 在一些潮濕的地方應該未必做得到 或者可以準備兩三塊,籠住來用,給時間封乾 這個不鏽鋼鍋剛剛煮完 首先清洗了表面的污漬 不要用我剛才說的那塊八結布 洗了一次表面的污漬之後,就可以用我剛才說的那塊八結布 不要濕水,只是加洗結晶 跟著我影片中的做法,散不鏽鋼鍋 可以看看,我散這個部分的污漬已經脫了 那邊已經濕水,軟熟了已經不夠力散下去 用另一邊 加一些洗結晶,用同樣方法 如果八結布整塊都濕了,不夠力的,就用另一塊 不鏽鋼鍋,我每次都用完馬上洗 不要留來做文化遺產,千年古蹟的時候才洗 這樣很難洗得了 差點忘記了,你用完來散煲的八結布 如果有損耗不用得,你可以用來洗其他東西換個一批新的 今次是分享我的方法不一定可以 但可以試下,或者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可能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就這樣,多謝收看